原标题 在二战期间策划实施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行动 因此得名欧洲第一恶汉的称号 就是这个恶汉还组建了希特勒回下第一支特冗部队 斯科尔兹内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中等家庭 父亲是工程师 在工程师第斯科尔兹内 算是富裕人家的孩子 但是在一战结束后 经济低迷 物价飞涨 原来不错的家庭 只能靠同时自会的救济物资才勉强活起来 可以说生活很苦 也就在这种环境下锻炼斯科尔兹内的身心和意志 他的口头禅就是 他父亲说的 贫困的生活并不会危害人 最可悲的是 不能适应逆境 这对斯科尔兹内有很大的影响 而斯科尔兹内脸上的疤就是他在毒 舒适与人决斗而留下的 后来他把脸上的疤被称为荣誉之疤 1931年 斯科尔兹内加入纳粹组织成为一名冲锋队员 本来他是想成为一名飞行员的 由于年龄太大 个头超标被拒绝了 后来有人让他去参加党内军选拔 说党内军就是要个子高的 就这样斯科尔兹内参加党内军 从此也改变了一生 而斯科尔兹内 从数千名应征者中脱颖而出 被分配到月光中队 一直在夜晚活动的部队 而在这次入选12位人中 斯科尔兹却是最先被提拔的 之后并转至党内军第二帝博士 不久后 斯科尔兹表现的机会来了 当时 希特勒对英军特种部队产生了浓厚兴趣 也想组建一支 要知道在战争年代 大部队不能完成的任务 像这小部队就可以 当时 希特勒连小队名字都想好了 叫突击队 希特勒说突击队头目 一定要胆大感慰 没有政治野心 后来由于党内军 终于为朋友的举荐下 斯科尔兹成为突击队头头 因此 希特勒挥下第一支特殊部队组建而成 突击队在斯科尔兹带领下 先后发动了几次著名的行动 像橡树行动 是德军历史上最为大胆的营救行动 还有米老鼠行动 当时匈牙利的摄政王米克洛什霍尔蒂 打算和苏联谈判 就在这时 斯科尔兹带领出击队 把他儿子偷偷运到德国 以此来逼迫摄政王放弃向苏联投降的计划 因此 他也得名欧洲第一热汉的绰号 而他最指挥最著名的行动 是在意大利人手中将莫索里迷救出 还有就是他扮成敌军的士兵 刺杀盟军指挥官艾森豪 让他留在官府不敢出门 由此德民欧洲最危险的男人 1945年5月8日 在德宣布投降后 斯科尔兹内再次发挥了特种兵的才能 躲进一辆货车里逃出了战俘营 可能是后来他不想再逃了 就向敌军投降了 1975年7月5日 欧洲最危险的男人斯科尔兹内 死于马德里 终年67岁 他生前遗愿时 希望自己可以埋葬的 维也纳的多布林格公墓 长扮于其母亲身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